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本田老刘 网上各位大神啊 都牛的很 来猜猜这是什么车啊 这是什么车 看一看啊 这是什么车 能不能猜出来 能猜出来的小伙伴再猜猜 这是什么车的发动机 哪一款发动机啊 一起来猜猜啊 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让你们猜 这个车和这发动机 我们今天来看他的啊 就这个玩意儿 有没有小伙伴猜到这是什么东西啊 认不认识的 很多人肯定会说啊 这不就是三云吹话吗 是不是是不是三云吹话啊 靠近一点 看一看啊 如果说 呃 这个是三云吹话 那我问你 这个又是什么呢啊 这个就跟他安装在一块了啊 就是这样一个 口要接上的看到没有 就是要接上去的 装在车上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啊 从那边排气一直排过来 啊 这个是三云吹话啊 这个是 养传感器前仰 这个是后仰啊 这上面还有两 哎 看到没有 还有叉头跟线 但是 没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上面的线就两根啊 都是两根 而且它的充感器也不一样啊 全金属的 全金属的 然后我们到里面看一看 大家肯定很想看一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什么结构啊 看一下啊 看到没有 它里面的结构 其实跟三云吹话是一模一样啊 也是一些很细小的那种孔啊 孔呢 孔径跟三云吹话差不多 哎 在这里呢 很多人肯定想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啊 跟你们说啊 这个就叫颗粒捕捉器啊 本田车上面 独立的颗粒捕捉器啊 现在很多车啊 都有这个东西 但是本田车呢 只有 这款发动机 看清楚啊 只有这款发动机 它是有这个独立的颗粒捕捉器 就是说 它单独的啊 其他发动机 它都没有这样啊 它只集成在那个三云吹话里面 啊 你是看不到的 只有这款车是单独的啊 独立的一个装置 其实市面上很多车啊 都是独立的啊 这这台车呢 也是独立的 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啊 这个颗粒捕捉器会不会堵啊 这个问题呢 我们到目前没有遇到过 会堵的啊 我也这个车开了很多公里处的 看一下这里面 又不脏 看到没有 清清爽爽 清清爽爽的 这个有点黑哦 所以说本田车 你要想把这个颗粒捕捉器给堵了啊 它真是难 嗯 一般什么情况呀 会堵呢 一般啊 车子烧机油 才会产生大量的积碳 排出来 才会堵 不烧机油的车 你想堵都难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下啊 堵的都是什么车型 就知道了啊 那么这个颗粒捕捉器呢 已经跟大家说了那么多了啊 接下来呢 我来考考你们啊 你们猜一猜 这两个传感器采集的是什么数据啊 是采集排气中的一些废弃的成分呢 还是采集什么呢 大家呢 可以 在我的评论区说一说啊 他这两个传感器 到底采集的是哪个数据啊 那么接下来呢 关于这个颗粒捕捉器呢 我们今天就聊那么多 如果说哪位小伙伴想跟我深入探讨的也可以啊 我的联系方式一般不好找啊 但是你把我的视频看完了 肯定能找得到啊 我的视频中就有我的联系方式啊 之前拍过的啊 大家可以找一下啊 嗯 最后呢 喜欢本田开本田的 关注一下本田老刘